到了汉朝 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再加上佛教的传入 人们需要阅读的机会越来越多 如果字体太小 再加上眼神不好 看不见可咋办 于是古人们发明了放大镜 它是由水晶石磨制成出头镜 再相称在黄金圈中 可以放大物体四到五倍 这样看东西就没有压力了 江苏东汉广陵王刘金墓中 就曾出土过一个 有了可以放大物体的眼镜 虽然可以看清东西了 但是这放大镜总是需要举着 有点不太方便 于是到了明朝初期 就出现了可以架在鼻子上 或者挂在耳朵上的双片眼镜 明朝的难度反馈途中 就出现了戴眼镜的人 这个时候的眼镜样式 就和现代的差不多了